在2004的金曲奖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新人冒出来 入围了很多项 他叫做李荣浩 那一天他得奖 上台领奖 看起来是一个没有表情的人 这四年来 李荣浩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才华 但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一个人 当然我们更知道 他有一个很好的爱人 也是我们台湾的演员 他们两个在一起 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 不过更重要的 李荣浩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让大家这么喜欢他呢 而且最近他参加第一部电影的演出 就得了新人奖 可见得他很有才华 让我们来看看 脸上不太有表情 但是好像感情很丰富的 李荣浩 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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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见到你了 对 新的专辑 新的专辑这个叫 这个专辑的名字已经越来越厉害了 越来越简单 对 第一个叫模特 对不对 我还 我说这个模特是英文翻过来 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意思 第一张 第一张模特 其实就是觉得很简单一个概念 就感觉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模特 每个人都在走基台秀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model 在自己的人生里面 人生里面你们叫模特 对 模特的 好 到了这一张专辑 其实是好计划 对不对 最近你这个好计划 好计划就是 一个一个一首歌一首歌出来 昨天晚上我都把它欣赏 谢谢 从嗯 从嗯开始 从嗯开始有歌谣啊 对 有就这样 就这样对 就这样吧 慢慢伤心了一首歌 对 还有我看着你的时候 是一个很 很年轻 你还演高中生呢 对 我演了一秒 我瞧见了 演了一秒 对 那嗯就是又是很新的 反正待会儿我们会来看 那有一个我不会念 那个叫群什么 群子 为什么叫群子 就是兄弟姊妹 兄弟姊妹 其实叫兄弟姐妹也可以 对 但是她这个名字出现了年代的时候 这个字还念子 子 因为群子是梅兰芳的乳名 乳名 哦 所以 对 她那个年代这个字还念子的 对 对 所以这首歌是其实写那个梅兰芳大西的 对 对 然后刚好我们就觉得 直接叫梅兰芳又太直接了 所以哦 就用她的乳名 群子 对 这也是蛮特别的一首歌 好 来来来 我们坐下来 坐下来 好 好 好 对 这是我第一次这个 访问你 对啊 第一次 第一次 对不对 我刚刚一直说你没表情 真对不起 我表情挺丰富的 你表情真的 不能说很丰富 但你的脸很单调就对 天生的没办法 没有 其实因为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你是第一次到小军那 后来我刚刚问她 她其实那个时候 前几年还常来台湾 对不对 其实来帮人家制作 帮别人制作的 写歌或是录音都有过 那就是反正做了十年的幕后 突然自己做了一张专辑 有点像独立发行一样 就是这个模特 对不对 然后反正金曲奖报名也 不少块肉嘛 对不对 就报了 报名费也没有很贵 也没有很贵 所以当入围的时候 你有惊讶吗 我当时 因为我是2013年9月16号发片 对 所以就是在公布这个奖项的时候 已经是2014年的5月了 5月对 说真的我已经忘了 因为太久了 已经忘了报了这个奖了 然后那天正在录音的时候 那天帮 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 叫李全 对他做 我帮他做一张专辑 在里面录音 然后我的那个朋友说 什么话 你入为金曲奖了 我说哪个金曲奖 我正在工作 我哪个金曲奖 他说就是那个金曲奖 然后我就有点傻了 他说你入围了五项 然后我赶快按那个 我说那个全哥你出来一下 全哥你出来一下 我才告诉你 对有点事跟你说 他说怎么了 我跟他说他也很替我开心 然后那天就买了好大一瓶 那个清酒 我们两个把他喝掉了 庆祝一下 对对庆祝一下 真的很难忘那天 很难忘那天 其实你晓得入围 那个大日很开心 可是到小巨蛋 要来领奖 这就很陌生了 对不对 对 其实你想 大家也不认得我 我也没认得大家 这个进去 走红地毯 有点干 哇塞 真的 小燕姐太厉害 完全说中了 我当时的心情 是不是 一模一样的 对因为 你想得因为 好不管怎么样 在北京的这个 音乐圈里头 或者你到幕后来 大家都知道 李荣浩会写歌啊 会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这个 你完全要变成艺人 对 而且也不认得会不得奖 对 就坐在下面 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什么 对 因为 叫到我名字的时候 其实叫到我名字的时候 我觉得我已经 自我平复了很多了 我最紧张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 因为在进场之前 你要先坐在车里等 对 在那个停车场里面 对 没错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车里等 没在车里等 那真很难熬 那个时候好紧张 很想尿尿 对 因为最紧张是什么 因为会有一些 北京的朋友发 然后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我说你干嘛 跟我说这种话 感觉上我这是不会得 对不对 对 不是就是忽然感觉是越来越大 你知道吗 就是好多人给我发 什么加油努力 就从来不联络我的人 就表示大家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哎呦 其实在场有几个北京的音乐人 我认识了 认识了 那就比较好 所以我有时候 我经常偷瞄他们 给我自己一点鼓励 对对 所以 但叫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从叫到我 一直到领完奖 那一段时间 我整个人都是 昏的 对 我们叫懵 懵 对 懵的 很懵 非常懵 非常懵 就没有那个概念 觉得 得奖就是 好吧 就一切都好空白的一个感觉 其实 有的时候我们讲得奖 有没有用 我说 怎么会没有用 当你 努力了很久 你做的东西又很好的时候 要被别人肯定 可能就靠这个奖 有的时候 当然 很多人得完奖 好像也没有再多一个机会唱歌 也没有再多一个演一个戏 可是 如果一个新人 他东西又是真的很好 可是呢 就是没有一个mark 当你被得奖的时候 李荣浩三个字 突然就 蹦 蹦出来了 对 那个时候我们在电台 大家都在找 李荣浩的歌 这是他写的 那也是他写的 他写很多歌 他唱歌 又味道什么 就开始 从此以后 其实 时间也 没有很久 四年以后 就在今年 李荣浩又在小巨带 就开了自己的演唱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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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你熬的时间 跟你成功的时间 正正好 有的人是熬太久 有的人是没熬就红了 好像没有 你懂吗 我们常常就说 你没熬就红了 你可能后面的日子 比较难过一点 你对不对 就突然 突然就先很红 可是后面 就要慢慢去扎实 对不对 那你呢 前面做了很多功课 对不对 就红了 然后就趁这个机会 就马上出专辑 出专辑 而且 每一首歌都中 哎呦 我的 你不要客气了 没有 不是客气 就自己有时候回想 你刚才说 就是四年嘛 在小巨带 四年 对呀 我有时候经常 这段时间 在访问的时候 就问我说 你出道才四年而已 我说对 但我有时候回想 好像这四年 过了像十年一样的 那感觉像过了十年 为什么呢 好慢 但又觉得好快 就是一个 也很快吧 对 因为很多事情 对 就很多工作 你还回想起来 我感觉我做了好多事情 对 但具体做哪件事 好像都忘了 好 这四年当中 你出了大概 四张还是五张 四张 三 三 四张 四张嘛 对 四张 对 连这一张 还有一张翻唱的 还有翻唱的 四张专辑 这里头呢 太多又参加过节目 对 还有在 有四十场的演唱会 还有四十场的演唱会 他还拍了两部电影呢 对对 刚 去年拍了一部 今年刚拍完一部 就刚拍完 对不对 第一部电影 就是跟邓超 他们一块儿演的 《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 还有彭于燕吧 对 有彭于燕 有彭于燕 他们演 对他们是父子 父子的吧 你演那个 我演那个 《反派》 《黑帮大哥》 《反派》 我看了那个 你看了那个 对 我一看 刚开始看 我不知道那是你 我只觉得有个人 很像你 眼睛那么小 应该就是我 就是你 没错 那次很有意思 不过那次 也让你得了新人奖 没有 那次其实 我倒没有得奖 很多人以为我得奖 没有吗 没有我只是入围那个 那个上海电影街的那个 有个亚洲新人奖的 最佳男演员 哦 对 后来好像是一个 马来西亚的演员 得了 哦 对 但我已经很开心了 很开心了 就被人家看到了 对对 所以他的第二部戏呢 就很厉害了 就跟陈一逊一起拍了 哦 对 Eason 我们演了 还蛮好笑的 一个港式的喜剧 有武打吗 对不对 有有有 哇 他现在是武打巨星 陈一逊 对他 两个会唱歌的人 去拍武打 他 他打得比较多 他比我早进组 大概十天吧 他 我觉得他在那个 练的那些功夫上 很辛苦 到时候大家看就知道了 觉得 会不会是替身啊 但其实真的 没有替身 真他自己打的 你说陈一逊自己打 陈一逊自己 你也有打吗 我也有 我也有 但我没他那么多 对对 我们那个电影叫 卧底巨星啊 巨星就擅长打 卧底就不要打 就卧在那里就好了 卧底就卧着就好了 接着李荣浩说起来 人生不是那么的顺利说 想唱歌啊 就写歌啊 从小其实他应该 在一个安徽 一个小城镇长大的 对 小城镇 那个 那个 蹦步 蹦步 对 蹦步 蹦步 好 安徽的蹦步 一个初中的男生 就是不爱念书 你每天抱了个吉他 喜欢比样 对不对 对 喜欢比样 其实就有那个唱歌的份 对不对 那个时候爸妈大概觉得 这孩子啊 完了 对 我妈哭过 有时候经常就是 跟我聊到一半就哭了 他就想我的小孩完了 怎么办呢 对 念书也逼不得 对不对 其实娘真的很担心很多 他得了金曲奖以后 他娘还说 你能不能找一份固定的工作 对 我觉得我的工作不太固定 是不是 对 他希望我有一个地方上班 每天早上九点 然后晚上五点下 对 然后这个 这个有个公家单位 对 那不得了了 对 那不得了了 对 这一下就不得了 了不起了 了不起了 对 这是一个妈妈的心理 但是你知道 他那个时候 初中二年吧 对 初中二年 就是弹吉他 他就是个抱个吉他 你知道你那个抱吉他 让我想到了陶哲 那他爸爸也是会音乐的人嘛 那陶哲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也是抱个吉他 他怕 他妈把他吉他拿走 睡觉都抱着 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对不对 对 我是其实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弹吉他 我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因为弹吉他 我就不想念书了 所以我初中二年级到现在就没念过书 就文化水平比较低 现在文化水平比较低了一个人 就是那时候 所以我说我妈经常会哭 你念的是社会大学啊 你就从那时候开始 其实 我觉得你念的就是像 比如说像我们讲的音乐班嘛 你知道你在 我社会班 对对对 因为他爸妈就觉得你既然这么爱音乐 你也不爱念书 但你就不要跟我出去闯祸 你总要学个一技之长 对不对 那我就看了 他叫你去学什么 那个double bass double bass是 哇 double bass厉害了 厉害了 对对就是double bass啊 因为交响乐团里面最高的那个 比人才高的 就是那个 噔噔噔噔 对就是噔噔噔啊 为什么选那个乐器呢 因为家人觉得说 钢琴来不及了 对钢琴肯定来不及了 那十几岁了 小提琴也来不及了 什么二胡都来不及了 都来不及了 对对 就可以炫技的都来不及了 只能可能看起来深沉一点的 搞搞品位的还可以凑合一下 所以 不是这也是因为选的这样 你可能将来进个什么 什么交响乐团啊 什么交响乐团啊 就可以上班了 或者是文艺单位啊 说不定 对一下就上班了 早上九点 早上九点 就可以了 晚上去表演 早上九点晚上表演 还蛮顺的 还蛮顺的 至少有一个一气之长 对对不对 我觉得爸妈的心里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 这四年的double bass 其实给你 很扎实的古典乐的 这个 很重要 很重要 我本来是 说实话 我很讨厌double bass 因为我完全是为了 妥协家人才去学的 他说你如果想继续弹吉他 那你就要学这个double bass 要不然你吉他也不要弹 那好那就学吧 从我到了北京之后 double bass 到现在十几年了 我再也没摸过它 对真的 但是我在后来 做流行音乐的时候 开始编曲 我忽然发现 我可以写 写乐那些东西 交响乐 我都可以去写 我完全知道 每个人在干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 对一个很 这就是打底啊 对 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 不知道这个 原来也可以用在 流行音乐里面 没错 从那个以后呢 其实十七八岁 他就开始教人家吉他 对不对 也赚不少钱了 最多的时候 对 一月可以赚一两万的 人民币 对 那个时候觉得自己 好有钱 那个时候一两万 很有钱 那个时候真的太有钱了 我真的太有钱了 每天早 那个时候吃东西都便宜啊 对啊 那个时候早饭 都要多点两个包子 对 忽然变得很有钱 对 但是你想 这不是他要的 所以我想 在那个时候 你心里 虽然是说 我有赚了这些钱 我还是觉得 我的梦应该在 很远很远的地方 每个做音乐的人 都应该往北京去吧 可是在这时候 人很奇怪 他就出了一个 很大的车祸 你是命大爷 对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因为那次 超级严重 非常的严重 我就是开车 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 我是小的 小轿车 钻到那个拉货的大卡车 下面去 下面去 钻下去了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 那个车头已经没了 车头不见了 就你开着车 车头都没了 对对 我人是在外面的 甩出来了已经 然后我很清楚 那个警察 交警过来的时候 然后脚踢了一下我这里 他就看了我到底 有没有死 还活了吧 还活着 叫警察过 不是叫那个救护车过来 中间有半个小时 我是失忆的 我就一直问 我说谁撞我了 谁撞的我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一直问 问别人 结果是我自己撞 到了医院之后 就赶紧去做止血 你像嘴巴这里 当时就撞很开 所以这里有一个 一个包一样的东西 缝起来 然后就肋骨 又断了几根 有两根 从肺里面插通了 插进去 就是你的肋骨 带肺里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你整个人是 是是是 对 就是这个膝盖 是在后面的 绕过来 所以你已经是 四分五裂了 应该叫 没裂 没裂 都还是 都拐弯了 对对对 就变形了 都变形 对变形了 然后就 当时就是做了些 很急救的东西 因为他没办法打麻醉药 因为当时那个精神状态 不是很好 你打全麻的话 可能就 就 差不多了 对 然后差不多 他就赶快迅速 在我 我记得很清楚 有几个动作 就是他拿那个刀子 在我身上捅 捅破几个洞 因为 那个胸腔出血 血气胸 血气胸 对 然后就一直 就捅 因为也没有麻醉药 就捅 捅进去之后 就塞管子 捅了七刀 我现在身上 有七个这样的洞 所以你身上有刀疤的 对不对 我刀疤那么长 从这里到这里 因为就是把那个 把肋骨要拿出来的时候 就等于要把你 这半边给切开 而且不打麻药 这个要打 这个不打 这个搭 那个搓洞的 那个 搓洞的 没有打 然后大概缓和 先救命 对 先救命 因为说实话 肺出血的话 你一直把它的血气抽出来 你可以活的 只不过活得很痛苦 对 所以就大概过了几天 才开始做这个大的手术 就把这里给 真的是劈开了 劈开之后 因为那个手 平时到这里 对不对 它劈开之后 我手基本上可以勾到这里 真是劈开了 我拿出来 我们这是说笑笑 你知道那个时候 其实 因为年轻也不小 反正就是壮了 其实他休养了一年 对 一年 一年的 在医院啊 在医院一年 因为这个腿也断了 也没办法走路 躺了一年 起来的时候 再重新学走路 重新学走路 对 因为躺一年 你还不错 你现在走得还蛮顺 走得还行 对 因为当时出院的时候 这个腿已经萎缩了 这个大腿 大概就像这个手臂 手臂这么细 对 因为它没有肌肉 没有肌肉 你要练肌肉 对 然后就再练 再练回来 那时候几岁 那时候十九岁 到二十岁之间的时候吧 我当时有朋友去那边找我 我说千万别告诉我 到后来实在骗不了了 没办法再骗了 人不见了 就是我这个 说法已经说到 就是太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说谎 太假了 一开始说在南京演出 后来上海演出 后来北京 我说师傅 这下一段说国外了 那时候没人认得我 说国外也不太像 实在编不下去了 我才跟他说的 我在医院呢 对 我在医院你来吧 就是我这个 就那样他来的时候 我基本上伤口啊 什么都已经缝好了 只是一个人就挂在那里 挂在那不能动 对 不能动 然后我妈看的 当场就昏倒了 就昏倒了 当场昏倒了 那个很 其实看起来蛮惨的 很惨 很惨 对 因为这有七个洞嘛 它七个洞 每个会生一个管 一个管子 底下有个桶 你旁边有七个桶 得雪 全是雪 一直在流雪 然后这边还在输雪